目前整个尼克斯队自己不仅是没有三分 在投篮命中力上也只有可怜的40%左右 哇 这是苏豪从中路杀出一条血路 突然的一个突破以后一个抛头 球神还盯了进去 虽然是勉勉强强 但是非常有效 同时还造成对方犯规 对 实际上林苏豪相对这个欧文来说 身高上还是有优势的 所以可以单独打他 这样的话让他进攻之后也不敢 这个轻易的下手 如此的四无忌惮 其实他们俩身高倒是一样 都是1091左右 从这个欧文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有爆发力 速度快 这也是苏豪现在是 从天生条件来讲是不及对手的 对 但林苏豪也有他技术上的变化 虽然他绝对速度不快 但他是很会利用技术上的变化 三次助攻 第八分贝德抢下 所以林苏豪对于他来讲 现在防守欧文是更重要的 无球时候 漂亮 这次总算也是监控不过 苏豪和钱德勒之间的 非常漂亮的珠联闭合的配合 是钱德勒是空歇篮下 对 插上以后 即使上林苏豪现在配合的 最得心应手的就是跟钱德勒的 一点不错 钱德勒自己也表示 他苏豪跟他的配合 真的是相得一张 胃球非常的舒服 钱德勒一副当关 把这个后场篮板又给摘了下来 交给全场的苏豪 再次给队友小事 这就是一个使用打出的 这种脆话作用 下来一次这个助攻 造成了一次整个的进攻的高潮 下来一次这个角落 中文字路动 Dodg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